大家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日,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微软、谷歌和Meta压注合成数据构建AI模型 聊天机器人每一个巧妙的应答背后都有海量数据作为支撑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从文章、书籍和网上评论中摘取数万亿个词汇 以交汇人工智能系统理解用户的询问 业界的传统观点是,建立下一代人工智能产品将会需要越来越多的信息 然而,这个计划存在一个大问题 网络上能够提供的高质量数据是有限的 为了得到这些数据,人工智能公司通常的做法是 要么向出版商支付数百万美元以获得内容许可 要么从网站上下载数据,使自己面临版权纠纷的风险 越来越多的顶流人工智能公司正在探索另一种 在业内引发分歧的办法 使用合成数据,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假数据 这种办法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科技公司可以利用自己的人工智能系统来产生文字和其他媒体 然后可以用这些数据训练同一个系统的未来版本 Anthropic的行政总裁达里奥·阿莫黛一 称之为潜在的无限数据产生引擎 这样一来,人工智能公司就可以避免引发许多法律、道德和隐私方面的问题 在计算中合成数据的想法并不新鲜 这项技术已经被使用了几十年 涉及到从个人信息的去匿名化到自动驾驶技术路况模拟的各个领域 但是产生是人工智能的兴起,使人们可以更容易大规模建立质量更高的合成数据 而且也使这种做法有了新的紧迫性 Anthropic表示,它使用合成数据来构建为其聊天机械人Claudi提供支持的最新模型 Meta和Google已经使用这种数据来开发他们最近的开源模型 Google DeepMand最近表示 它依靠这种方法来帮助训练一个可以解决奥林匹克竞赛级别几何问题的模型 很多人猜测,OpenAI是否正在使用此类数据来训练其文字到影片、影像、产生器、SOLA OpenAI透露,它正在探索使用合成数据,但不愿证实进一步的细节 在微软,生成是人工智能研究团队在最近的一个项目中使用了合成数据 他们希望构建一个规模较小、资源密集程度较低的人工智能模型 但仍具有有效的语言和推理能力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试图模仿孩子通过阅读故事来学习语言的方式 该团队并没有向这个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大量儿童读物 而是列出了四岁孩子能够理解的三千个词汇 然后他们要求这个人工智能模型使用词汇表中的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和一个形容词来创造一个儿童故事 研究人员在几天的时间内重复了数百万次这个提示 产生了数百万个短篇故事 最终帮助开发出了另一个更强大的语言模型 微软已经将这个新的小型语言模型系列PHI3开源并向公众开放 微软生成是人工智能副总裁布贝克说 突然之间你拥有了远多于过去的控制权 你可以在更精细的层面上决定你希望自己的模型学习哪些东西 布贝克说 利用合成数据 你还可以透过为数据新增更多解释来更好的指导人工智能系统完成学习过程 不然的话 机器在处理过程中可能会感到困惑 但是一些人工智能专家对这种技术存在的风险感到担忧 牛津、剑桥和其他几所知名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去年发表了一篇论文 解释了使用ChatGBT产生的合成数据来构建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为何会导致他们诉说的模型崩溃 在他们的实验中 基于ChatGBT的输出内容 建立的人工智能模型开始出现不可逆转的缺陷 而且似乎失去了对最初训练内容的记忆 举例来说 研究人员用有关英国历史建筑的文字 提示一种大型语言人工智能模型 当他们使用合成数据多次重新训练这个模型后 这个模型开始产生有关长耳大野兔的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 研究人员还担心 合成数据可能会放大数据集当中的偏见和读性 合成数据的一些支持者则表示 透过采用适当的措施 用这种方式开发的模型 可以和基于真实数据构建的模型 一样准确甚至更好 剑桥大学博士舒梅·洛夫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道 如果处理得当 合成数据会很有用 然而对于如何才能处理得当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有些偏见对于人类来说 可能很难察觉 它是上述关于模型崩溃论文的合著者之一 还有一个更具哲学性的争论 如果大型语言模型 陷入根据自身内容进行训练的 无休止循环中 那么人工智能最终是否会变得 不再是模仿人类智慧的机器 而是更多的模仿其他机器语言的机器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 PL表示 为了产生有用的合成数据 公司仍然需要真正的人类智慧结晶 比如书局 文章和程序代码 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道 合成数据不是真实的数据 就像你做梦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并不是真正登顶了一样 合成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们一致认为 你不能将人类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 我们仍然需要真人来建立和完善人工数据集 布贝克说 合成数据并不是简单的按一个按钮 然后对他说 嘿 帮我产生一些数据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在大规模建立合成数据的构成中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好 我们这期呢 从亚马逊的周线图开始看起 亚马逊周线图 本周的周线可以先尝试去创立新的高点 但是呢 本周啊 就有较长的上影线 不过本周仍旧是整体来看 是一个小阳线 对吧 我们说 它和谷歌类似啊 也是相对强劲的一个图 这个回撤是越来越的小啊 时间越来越短 不禁让人感觉有点难以把握 是吧 太快了哈 这个反转的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呃 信仰长持者啊 对这个谷 信仰长持者会比 我们波段处理会有优势一些啊 但好在这种图呢 相对较少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日线的这个周五这天呢 也是根小阴线啊 那么这个趋势线你要是这么划 它也有完全有可能再跌下来 所以这个趋势怎么划呢 目前还不清楚啊 因为我们说空头的回归必须得强一点啊 那么周五不是太强 而且连续的强 它有可能给出一些回撤啊 或者说啊 震荡行情 对吧 那么整体而言呢 目前还没有到极为悲观的一个状况 是吧 太快了 这个反转 好 这是啊 几个龙头骨中反转反转速度比较快的一个图啊 我们看一下优步 优步啊 就没有像亚马逊啊 那样的乐观了啊 我们把这些线条删一删 那么它呢 也是近啊 近期以来领长的一个图 那么在短期内啊 也是给出了一个回撤 我们应该在高位画好阻力区 同时画好近期回撤的趋势线 那目前反转上去了吗 没有 本周的周线是阴线啊 本周周线是阴线 而且上影线也挺长啊 表明这根下距线被摸到的时候呢 又砸了下来 对吧 我们应该在这画一个可能的支撑区啊 好 哎 画这还真好啊 那么左侧这正好摸到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接下来看这里进一步止跌的情况了 那本周是阴线能猜底吗 不能 周线级别是不能猜的啊 只能表明 它第一次摸到这个支撑区 有一点点反弹的迹象啊 但还不是不能确定反转 因为它的周线级别 MCD还是死差 是吧 这边回撤啊 回撤深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回撤浅的就那几只 那么日线图看一眼 日线图啊 确实在周三周四周五 有一丢丢的止跌 或者说反弹的迹象吧 但从反转的视角来看还不行 对吧 反转呢 需要更强势的持续的往上拉升啊 或者说下周看看能不能上去 因为下跌趋势线非常明显啊 你不能去猜 它一定会在这止跌 对吧 所以我们应该继续等待右侧点位 或者是更低的右侧点位 那如果着急的话 这也只能是先试藏 它完全有可能高位震荡是吧 但啊 这个就不确定 目前因为空头也相对强势 看另外一个热门的股 李来 李来的周线图啊 是一个高位横盘震荡 大家应该看到了 对吧 上上下下 对于洗盘形态的不确定性 我们一般都是先减持 然后画好一个直升区 跌破它就拜拜啊 就是离场啊 那么现在好像还在这个直升区附近 那如果你之前迈过来也没有关系啊 现在呢 也没有说继续启动牛市 对吧 但仍旧从世界上看呢 好像牛市还在啊 好像牛市还在 但就是这个 这个洗盘还没有结束啊 没有结束的感觉 对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呢 周三周四周五都是阴线的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止跌的情况 还要再看一下啊 它的这个走势有点 跟那个AVGO 有点像啊 跟博通有点像 也是高位无需震荡啊 这种无需震荡挺 其实挺吓人的 那么一旦出现对下边这个景线 往下跌破的情况 就有可能形成潜在的顶部 对吧 所以我们对回撤行情到底是什么啊 也不是说特别确定 那这个的止跌呢 周一周二阳线比较强 周三周四周五又都是阴线 那么这样的话你还得等 所以现在也处于一种市仓的状态 那么下方的直升区仍旧是离场位啊 跌破的话还是要离场 现在还没有跌破 有没有可能跌油啊 为什么没有呢 好 现在还不确定能不能跌下去啊 震荡区间目前还是有效的一个区间 可以能窄一点也行 对吧 这是里来 波音 波音的周线图在本周呢 是一根小阴线啊 但是呢 有对局部下跌车向往上凸的这种感觉啊 但这种感觉呢 还需要更强势的力度才行 似乎本周的力度并不是太强 对吧 周线级别MSD也是一个死差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感受 日线的阳线不是太猛 我们在周四的时候说啊 这个阳线有点小啊 对吧 周三有点小样 但是周五啊 周四更小 那么周五又是阴线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位置大家要注意 再跌回来也完全有可能 是吧 所以啊 周一周二非常的关键 能不能给出像样的大阳线 在临界位置的时候 我们遇到过很多那种假的向上突破 再跌回来 完全是有可能啊 所以呢 我们也画了一个这个局部的多头小圈线 跌回来的话就就就就超级失败 对吧 就应该先离场 那如果带大阳线的话 多头会更有信心 啊 就怕这种中途老是出阴线啊 好 好 这是这个图 大家再谨慎一点啊 好 我们看一下DKNG DKNG的周线图 本周阳线也不是说特别的猛 本周的阳线具有长长的上影线 那如果从一种画法的角度来看呢 这更像是一个头颜顶架构 但我们说呢 下方也有趋势线在支撑着 上长趋势线啊 所以它这是一个临界位置 它到底能不能强劲止跌也是个关键 我们看一下日线 我们说多头应该按照顺势 顺大势的思维去尝试做多 那如果接下来一到两根大阴线 砸破这个支撑区 或者是更深的这个上长大趋势线啊 那应该离场 但是啊 目前是一个分歧位啊 顺势思路还是做多个胜率略高啊 略高 因为它上方的空间更大 下方又都变成了支撑区 好 这是DKNG 目前空头好像也不是说特别强啊 特别是连续强 那方面还没有连续的强势 这虽然有一根阴线 但它后边是阳线啊 所以空头没有连续贯彻 连续往下砸 只有连续实践砸 多头应该离场 没有连续 也就是说一般挨着的两根黑线 不是连续的话 空头就说明它 不连续啊 不强势 你看这这就是连续的 对吧 阳线也是连续的会相对强一些 不连续 震大行情的属于 所以属于有分歧的位置 有分歧的位置呢 应该顺大使 同时近期的峡林区线 有被突破的向上的意味 应该顺逆小势 对吧 那完全有可能再跌回来 但所以说止损在这方这边呢 这附近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周线 特斯拉的周线本周是一根阴线 那么它从跳空往上走之后 一直就基本上震荡下行啊 走出了一个回落的一个形态 说这个回落会不会再次恢复到空头呢 这谁能知道呢 对吧 这谁能知道呢 它也完全有可能啊 在跌破低点 再往下创新低 是吧 周线级别阳线好像也不强是吧 所以消息面的影响是短暂的啊 消息面能不能逆转 技术面交易者 对它的整体乐观的情绪 这是关键 很显然在这两周还没有逆转 这两周是阴线 日线级别 我们画好局部下跌失线 好像阳线啊 这个反弹的情况也不够多 这是周一周二 周三是阴线啊 因为它跳空低开 收盘价比周二要低 周四又是阴线 周五又是阴线 这样的话这这个位置能不能止低 是吧 就是关键了啊 这是下周要观察的 那下周会怎么样呢 大家能猜到吗 很显然是不能 很显然是不能啊 希望能猜到啊 但是不抱太大希望啊 那我们的关注呢 就是慢慢布局之后啊 如果见识还是不妙 应该继续减持啊 那么也可以等待下机船右侧再去建仓 但建仓不保证一定会止低哈 因为这是一个熊市 熊市的状态就是 非牛市全部都是熊市啊 牛市就长得这一步啊 那么后续都是反弹反弹反弹 我们不断的修正对它的预期 对吧 那么现在呢 还是要再去修正啊 因为这位置 下周是关键啊 能不能打阳线出来啊 多头就会有信息 没有打阳线一类 不算数哈 不算强势 它比较乐观的情形是什么呢 震荡震荡 对吧 悲观前就跌回来啊 低于跌 完全有可能啊 这种啊 已经不算是牛市了哈 如果大盘也都走软的话 那就更不是牛市 你看它这个走法就跟这似的 不去震荡是吧 好 我们看下PayPal PayPal我们关注的是超底的可能性 那么本周的周线又是阴线啊 那么这样的话市场疲软 它也疲软 大家如果尝试建仓 感觉不妙的话 要减仓啊 或者先离场 行吧 因为这个这个筑底啊 它什么时候启动 或者是会不会再创新低 这都是问号啊 我们只能说市仓啊 市仓 看一下日线 日线也是阴线比较强 那么这样的话 画好下这小七线 再看一看 阴线还是蛮强的哈 这这过去这几个交易日 再看一下 无需震荡也是有可能啊 盈利性比较差 目前 看一下AI股 PayPal PayPal的周线级别也是 我们删一删 太多了 线条 本周也是跳空高开之后的一个 往下走 往下砸 表明空头相当的强势啊 在消息面公布后 这样的话 我们只能说应该更为谨慎的预期 能不能在这止跌的问题 那么周线级别下方啊 实际上还有一些缺口没有补啊 这些位置 啊 能不能再砸下来一点点 呃 这个图呢 交易的难度 其实比我们去年 抄底要难度大多了哈 现在 好 我们在日线图上看一 我们再看一下趋势 趋势线 如果我们画一下的话 这儿画 哎呦 这儿画已经有点破位了哈 这儿画有点啊 小破位的感觉 嗯 就是因为原来在上涨趋势线有效 所以说这个位置应该尝试做多 但是财报又给导致 往下砸了 所以难度比较大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这趋势线呢 还是被砸破了一丢丢 所以还有一个趋势线呢 也要关注 呃 就是 这个平缓的趋势线 但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些图 就说这平缓趋势线 只给了一个小反弹 然后是什么呢 继续伸跌 比如ADBE的走势啊 就是这样啊 跌破之后跌到这个通道线啊 通道平行通道的一个趋势线位置 只是一个小反弹上继续伸跌了 那么这样的话 多头的交易的难度 应该是 呃 画好 一个是观察这 下周能不能给这大阳线啊 再维起来 另外呢 就是画好下地趋势线啊 看一下情况 我们也可以再画一条趋势线 怎么画 这样画 太太太搞 就这样画吧 嗯 这样画也行 先画一个示意的吧 就是 本周的阳线太弱势了啊 那么这样的话 必须得有周一周二的大阳线 拉一拉 否则这又跌下来了 那这个缺口我们刚才说 这有个缺口没补呢 可能要再落啊 什么时候缺口不会回补啊 牛市 大牛市 往上层层层的涨 谁谁会补缺口去 对吧 但是不是牛市的时候 缺口一般都是往下掉啊 是吧 原来的缺口都往下掉的概率高一点 所以市场的风格在切换 我们看一下木头姐是不是九死一生啊 我们删一下 可以删一下线条 她的图 我们之前说过一个悲观的情形 那么这个位置又震荡 我们画好一个阻力区 这里画一个支撑区 对吧 接下来震荡的行情是比较乐观的情形 那么极为乐观才会微上去啊 估计现在有点难度啊 那更为悲观的 这个伤心透底的 这个绝望的行情 就是往下跌 这是一个下跌大中计啊 让它继续跌 究竟是哪一种不知道 反正现在不是强牛市 我们说小盘国以 局部波段交易为主嘛 是吧 另外他这个特斯拉目前是疲软的 所以也不是太好 这个表现这个图 周线级别都比较疲软哈 那我们应该把近期的 这个小空头画一画 画一画 对吧 啊 看看能不能在下方的支撑区附近 上方都只跌住就好了 但你看本周的周线 阴线还是比较强啊 这样啊 直接的胜率呢 可能啊 就要调低一些了啊 阴线太强 看见日前 日前也是这样啊 阴线 太强了 周五这件 那么周三周四啊 这个阳线又几乎就没有啊 都是阴线 是吧 周四也是阴线收盘价比周三低啊 周五又是阴线啊 那么三四连阴 周二也是 这样的话 你不能猜底 对吧 它完全可以再落下来 好 这是 呃 ARKK啊 所以这种图呢 波段交易是 也不好把握啊 好 我们看一下区块链行业的典型 COIN COIN的周线图 这是一个空头 趋势 多头早就应该离场了 我们说对COIN这样的图 应该快速的波段交易 不要信仰长持 因为它和小盘股的风格类似啊 迅速的跌回来 接速非常快啊 你必须迅速的那啥 跑掉 那么现在空头这么强势 海都应该跑掉 然后再等待止跌了 下跌趋势线 画两条 我们看一下日线 说它在V上去呢 也不要去做了 再看一看吧 这没法做 这种行情 止跌的话 在哪止跌的 打个问号吧 我们看一下它的上涨趋势线 怎么画 就是这么画 在这附近了 那么你下周 你要看这能不能止跌了 时代跌破的话就跑掉了 其实我们慢点是在高位 我记得 对吧 高位 好 我们这期呢 先这样了 周一呢 我们盘前再说哈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我记得